那我個人覺得Squatch為什麼不能瀏覽 某一個頻道呢? 或者是去某一個網站 把某一個網站秀出來 這個是我們在國中小階段 我們常常會引用人家的資料 那有時候必須說明說這個資料從何取得 在我們最新版本的這個版本 我們可以在扣充節目裡面找到 開啟文字或網站網址這一個節目 就可以讓你瀏覽某一個網站 舉個例子 那我們現在來開某一個 Youtube 那我們只要把網址複製起來 那我們就要執行這一個 積木 它就會自動用瀏覽器幫你打開這個網站 這裡要注意它要坦出視窗 所以你要允許它坦出視窗 那它就自動會幫你 看這一個瀏覽這個網站 如果你在離線版 它就會自動彈出來 這個網站的資料 蠻好用的一個積木 我們會把網址複製起來 我們會把網址複製起來 我們會把網址複製起來